中华文化是两岸人民之间最大公约数 无论现实的政治如何变化 这份文化根据始终稳固 尽管七十年间两岸分处 但中华文化始终联系着两岸人民 他们的感情和记忆 这份文化不仅是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传承 它更是一种深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体现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语言 文字 饮食 节庆 信仰 伦理 来自于我们思考的方式 都受到中华文化的敬认 无论深处何地 我们都轮成这份文化当中找到共鸣 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说 它代表着一个超越时代地域的一个文化纽带 在台湾近年来在政治上推动若干 去中国化的做法 甚至于深入到文化的层次 从教育体系到社会风气 都有人试图将台湾从中华文化的传承当中 剥离出来 这不仅是对历史记忆的隔裂 也是对台湾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削弱 中华文化具有超过五千年的历史 它深厚的根基不仅局限于中国的历史地理 更通过它的思想 价值观 社会层面的元素 影响了东亚地区 甚至于也影响了世界 成为全球文化多样性当中一个重要的一环 自觉与中华文化 是自断文化根源一个严重的错误 所幸我们也看到台湾社会中仍有大量的人士 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怀和坚定的认同 这股力量在逆流中坚定不移 中斯坦广 中斯坦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